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父母亲对子女们管教程度不公平的问题跟她的影响 在子女的人数超过一个以上的家庭 难免会遇到子女感到爸爸妈妈偏心 比较爱谁又比较不爱谁的心理 这是因为生活上许多细节所引起的 父母亲常会比喻 手心手背都是肉 我怎么会偏心呢 可是面对一个以上个性不同的子女 要是父母稍不留意 是很容易给子女留下父母亲偏心的印象的 究竟要怎么样做才能比较容易避免这种问题呢 在讨论之前让我们先来欣赏一则范例 并且感谢周燕子导演 樊伟先生 陈佩玲小姐所做的演出 哇塞 最后一节考的英文乱难一把的 完了 看来这次要带到英沟里去了 我还不是一样 看到淘迪我都呆了 今天晚上我还特别开夜车呢 只有什么菜地大卷 一提都能才做 你烧糗了 黄欣平 你怎么那么厉害 还没下车就第一个交卷 你都会啊 怎么考呢 我还不是有很多题不会 可是你不会就不会 干嘛还坐在教室里发呆 对不对 出了新交卷啊 好了好了 考都考完来谈他干什么 伤脑筋 怎么样嘛 到底是要去看哪部电影 哎 你今天要请客 骗你们干嘛 好啊 那我们去看神秘约会 怎么样 哇塞 玛丹娜正典 嗯 好啊 那你去走吧 你是不是叫玛丹娜 对啊 哦 是你 是你啊 我又是谁呢 你怎么还不回家啊 玛丹娜回去看电影啊 爸妈知不知道 今天是周末 我跟他们出去玩安不行啊 哎 我回去可不要乱说哦 我前面那么大嘴巴呢 她是谁啊 好凶啊 她 是我亲爱的姐姐 老姐跟你怎么都不一样啊 她就是这样啊 她才大我一岁耶 没事有准备待在家里 她还可惜啊 完全给我被告而迟的 她是谁啊 好 走啊 开电影 好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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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啊 今天下午家里根本没有人来电影 这孩子 这孩子 是清平回来了 是清平回来了 妈 清平 你怎么到现在才回来 嗯 今天刚考完约考 跟头去看电影 那也该打个电话回来说一声 好让我们放心呢 放学的时候 我碰到姐姐了 我跟她说了 丽萍 你怎么刚刚都没说呢 我 你没有看到我跟爸爸正担心着啊 是清平叫我不要说的 可是你做姐姐的要关心妹妹啊 难道她这么晚回来 你一点都不担心啊 干嘛天下担心呢 丽萍 怎么可以这样说呢 她是你妹妹 是 她是我妹妹 她是我们家的千姿交女 手指发 救生 又快用 着? 請你關掉的噪音好不好 姐,這是馬丹娜的歌耶 跳起我來一起棒的喔 沒水準 關掉就關掉,以為只有你才有水準啊 至少不像你那樣不夠意思 哦,被爸媽說了幾句話,心就不舒服啦 可以啊,以後只要你知道我的事的話 你竟然向爸媽打小報告好了 我才不會怕你 我才懶得管你呢 不管最好 哼,一聽到我只知道你也輸 唸來唸去還不是那樣 喝這麼急幹什麼啊 哎呀,我來不及了 我跟小他們約好,我要出去玩 到哪兒去玩啊 我也不知道,記得面就知道了 哎,危險的地方不要去喔 我知道了,媽 媽,你看,好不好看 嗯,很漂亮,很有輕生活力 李平啊,你不是也敢考完嗎 怎麼不跟同學出去玩玩 嗯? 我找了,爸媽的電視 哎,清平啊,等一等 待會兒爸媽去看你大伯父 爸爸開車送你去啊 不行啦,來不及了 他說我們到了,他們就先走了啊 好好,我們現在就走啊 放心啦 如果爸爸送你去啊,不會遲到的 好啊 李平,想不想跟我們一塊去啊 我不想去啊 好吧 那待會兒你把這些杯子洗一洗 昨天晚上啊,還有點剩飯剩菜 今天中午熱熱,自敢吃 我跟你爸爸,待會下午就回來了 哦 媽,你快點媽 來了來了 我們走了啊 啊 安心 安心 ersch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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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